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着这台车去到了浙江的墨干山 当时呢是下着雪 道路非常的湿滑泥泞 这台车整体的通货性 包括它的四驱能力 以及整体的油耗表现都有着非常不错的综合体现 所以说今天回到重庆 我们来到这台车的一个店面来看一下这台全球首款增程式皮卡究竟有哪些亮点 我觉得长安猎手第一大亮点呢就是它外观的设计 跟以往的传统皮卡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整个前脸显得是非常的激进 非常的有前卫感 那么进气格栅的尺寸呢也是比较大的 而且做了熏黑的处理 特别是放在这一台白色车身上 我觉得这种对比度是非常有视觉张力的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头灯的设计 灯组呢采用了分体式的设计 上方呢有几个点阵式的 其实是它的日间行车灯 而下方的远近光灯组呢是紧挨在这一块 所以说整体感以及整个前脸所凸显出来的这种侵略性是比较强的 尺寸对于一台皮卡来说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那么长安猎手皮卡的整个车长呢 标响版达到了5380毫米 长响版呢是达到了5630毫米 这个尺寸啊是比较满足我们日常的拉货或者是日常生活需求的 第二点呢就是侧面来看 它在细节上的配置也是比较偏硬派的 首先轮煤的包覆对这个车漆啊也是有一定保护的 固定的踏板上下车会比较方便 那么轮毂的尺寸呢达到了18寸 它配的胎呢是一个朝阳胎 我觉得在这一块呢 后期如果你是走玩乐属性的可以做一定的升级 那么这台车也是配了车顶行李架的 我觉得放在这台车上除了有实际使用功能之外呢 它的美化效果也是做得非常不错了 长烟猎手作为一款皮卡车型 它的整个后备箱的尾门尾箱盖也是别出心裁的设计啊 给大家演示一遍 轻按右侧 这个时候呢尾箱会处于一个半开放的一个状态 我们拿去小件的行李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 轻按左侧就是一个常规的打开方式了 除此之外呢下方还有个机关 打开之后呢形成一个踏板 我们上下车或者拿取货物的时候呢会更加的便捷一些 而且呢在一些使用场景 比如说露营啊钓鱼啊这样做起来也会更惬意一些 除此之外呢整个货箱内部的喷涂呢 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材质所覆盖了 防刮蹭防腐湿 而且在尾箱的右侧呢 还有个光源和大面积的放电面板 可以直接支持两项和三项的插口 除此之外啊在这个货箱上长烟猎手 还给到了一个原厂的盖板 这个尾箱盖板呢对于这台车的一个贴合度还有它的密封性呢 我相信比后期改装要来的更好一些 坐进长安猎手的车内呢会有种比较大的反差感跟整个外观 因为它整个车内走的是偏舒适性的家用风格 除了有舒适的座椅舒适的软包 前方还有两个双联屏 这两块屏幕我们也比较熟悉 在之前长安品牌的其他车型上有见到过 这一套车机使用起来呢逻辑流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显示的清晰度也很不错 那么在车辆设置菜单里面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因为这是一台增车式的皮卡 所以说在驾驶模式和车辆模式的选择上比较多一些啊 除了标准经济运动的驾驶模式之外呢 在车辆模式上依旧可以选择纯电燃油自动强制保电 以及一个一键助力的模式 所以说应对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场景 我们能够选择到最合适的一种状态 除此之外呢这台车的座椅我觉得真的坐起来非常舒服 坐姿也比较高 视野非常开阔 看到前方引擎盖隆起的惊切呢 也会让你感觉到这台皮卡车型所蕴含的力量 由于采用了怀档的设计啊 所以这里除了储物空间之外呢 还加了两个扶手 走烂路的时候啊 我们能够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感 动力方面呢 也是这台增程式皮卡的一大亮点 它搭载了一台2.0T的蓝晶发动机作为增程器 最大的功率140千瓦 那么在电机方面呢 两驱版车型使用的是130千瓦的后置电机 四驱版车型则搭载了70千瓦的前电机和130千瓦的后电机 此外 新车在纯电续航里程方面 CRTC能够做到180公里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1000公里 四驱版车型还搭载了前后两把插速所 经实际体啊 这台车的四驱通过能力也有着不错的表现 那么在上个月的月底呢 长安猎手的预售价是正式公布了 起售价13.99万 顶配呢是21.69万 分为长箱和标箱版本 同时呢 单电机双电机两驱四驱呢 也是有所区别的 那么这款车型 我觉得是开拓了皮卡这个类别车型的一个边界 同时呢 增程式的增程动力放在皮卡车型啊 究竟能不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评论区告诉我 感谢观看